市長有沒有接獲成徵召?有沒有接到通知? 我個人一直說,職位沒有那麼重要,重要是定位 市長國民黨2024終於確定採用徵召的方式,那市長有接獲通知嗎? 有沒有可能提前在四五月出來選?那張縣長是不是也支持侯市長呢? 基本上只要是認同國民黨,對國民黨有信心的,國民黨提名任何一個候選人,我們都會全力支持 市長有沒有接獲成徵召的?有沒有接到通知,會不會是在四五月提前出來選? 對我來說,我在公職生涯者這麼長的時間,我要認真的為國會民做出最大的努力 這是我不變的初心,也是我應盡的責任 尤其我個人一直說,職位沒有那麼重要,重要是定位 定位就是要坐著,讓人民期待有感的,不管是在福利建設,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這是我愛責的感情 主席說增長不會拖過六月? 我相信黨在過程當中,黨自己有自己的節奏跟方式 最重要的,我還是做我最大的努力,為國,為人民,做出最大的奉獻 不被你的初心,不被你的責任,不追求職位,追求的是定位 那如果是黨內徵召的話,那是不是你還請郭台銘的人? 郭台銘董事長,是我非常敬佩在產經業,可以講是一個領導人之一 因為國家做經濟、經濟奉獻 尤其在疫情延續的時刻,他站出來要買疫苗 這是政府做不夠,他願意大 這些點點滴滴,都在我心裡 所以我想郭董,也是值得我們大家,真的能夠多為國家做一點事 我們都會一起同心其力 有所謂的關係 成績在 sides 沾掌握 去找皆さん 成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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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績